限塑政策今年元旦是正式的上路 由于台东县提前实施 商家普遍配合度良好 台东县环保局稽查30家的业者 全部配合政策 不提供消费者塑胶带 也让台东推行垃圾减量的工作更加顺利 台东县近年因为垃圾问题 用尽各种方法进行垃圾减量 去年提前实施限塑政策 民众到西点面包、饮料店、医疗器材行、药局、药妆店、家电摄影 资讯及通信设备零售业购物 必须付费购买塑胶带 环保署它扩大的限制对象的范围 从原来7大类 91年是7大类 扩大14大类 那这样子的规范对象会有8万家的业者 会受到我们的限制 一年我们台湾可以减少至少 还可以多减少15亿个塑胶带 因为塑胶的垃圾 现在对我们的环境的憧憬蛮大的 尤其是透过食物链 还有塑胶微粒 会回到我们这个人体里面 危害我们的环境 危害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要呼吁民众 能够尽量使用我们这个环保袋 为让现做成效扩大 环保局也在市区10家卖场 设置购物袋回收箱 透过购物袋的流通 有效减少民众使用塑胶带 那我们这边还是呼吁啦 民众尽量是不要使用这个塑胶带 多用环保购物袋 那减少我们环境的充值 鸡查人员8号上午在新生路级开封街一带 对店家进行鸡查工作 虽然业者十分配合政策 但鸡查人员仍不断提醒业者 不主动提供塑胶带 英才消费者付费购买塑胶带的机制 希望让减少成效再进一步 那针对购物用塑胶带的一个限制使用 那从台中线从去年的3月就开始宣导 那针对所有的业者 我们已经做过一次的一个宣导 那从107年1月1号开始 法规正式上路 那目前我们环境局也鸡查了30家吃 那所有的业者都符合规定 那针对去年我们有针对台中市区 实处的一个超商 或是所谓的量饭店的部分 设置实处的回收箱 那效果还还算有一些效果 那今年会针对在其他的一些药装店 或是所谓的便利商店 我们还是会增加所谓的设置点 会让大家有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台东县环保局呼吁民众 一起来落实资源回收 及垃圾减量的工作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导 好